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为发展技术型高中各专业群科成为全国技职教育的领头羊 期盼透过建制顶尖群科计划的协助彰显专业群科务实致用的特色 应该工商广告设计科精心筹划三音行动创意馆 荣获新北市政府青睐 让技砖讲师有机会入班交流 于是聘请大业大学工业设计系任教的德籍盖格教授 与学生分享德国对设计专题的制作过程与要求 进而提升师生的国际视野 它是重要的教育进行专业 让那些人更加清晰 如果他们从普通高校或中学高校 从普通高校或中学高校 然后他们去教育学校 但他们仍然应该能够有自由思考 所以我认为它是很难的 但如果你们在这一刻做太多技巧训练 可能你会保持他们在某种角度 但后来要有新的角度 他们必须从这个角度 那么早就能学习 从这一般的技巧的角度 越来越好 应该工商校长严隆元表示 设计是一项需要国际观创造力 与掌握流行资讯的学问 很高兴师生都有这个机会 向德籍外师来学习 我想我们2030年就是我们的双语国家 我们新北市也是一个双语城市 双语校园更是必要的 我想透过这样的外师 进来我们的班级里面 让我们学生有一些互动 我想对学生在英语方面 双语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有加速器的这个计划 有顶尖群科的计划 我想对于这个学生的专业跟英语 两个都是可以在做加强的部分 这一次的讲题刚好是 Do you think about design? 就是说有关设计的一个理念 或是什么叫做设计 那在外国人的观点上 尤其是德国的设计是非常严谨的 它很讲求的一个过程 那透有外师来带入这样的观念 给孩子们 不管将来在专题制作上 或甚至延伸到社会上 它有一个启发 参与课程的学生们 也利用讲座的机会 以英文报告自己的设计专题 他们也说 能有机会用全英文来 与概格教授答问 收获匪浅 提升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 进而更有勇气及实力 去摄取设计的外语领域 增加国际视野 更期盼有交一日 能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全世界的人 都一定会的共通语言就是英文 那台湾呢 虽然是讲中文 然后中文也慢慢的有知名度 可是其实英文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可以这样慢慢的 把那个双语推出去的话 我觉得超棒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是读设计的 然后我们不可能局限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会往外发展 可是往外发展的话 我觉得中文就是不够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双语 有英文来辅助 因为英文在全世界各地 几乎都有人在讲 所以我觉得双语很重要 老师带给我们设计的启发就是 就是透过课程 然后我们也学到很多有关设计 最基本的课程 像是色彩 然后整个造型 整个一个造型的形成 然后还有设计的历史发展之类的 然后就整个过程之中 学到了很开心 学到了很多 然后也许学得很乐在其中 广社科科主任高景慧表示 期待以学校的三音行动创意馆为基地 让新北市的孩子成为专业设计人才 走向国际 记者陈金华 曾定家 阴哥报导